倒在地上奶茶 可是他喝完一定會落賽那種 不一樣的感覺 嗯嗯嗯 你喜歡茶多生 我最喜歡最深的 我很喜歡 吃什麼嘴巴拿出來的 這個就是人生有趣的地方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名跟最後名是 因為我覺得搭好是花錢好難排算 沒錯今天呢 幫大家開箱 我們台中網紅明星開的飲料店 上一集呢 就是我們拍各類的PK嘛 那大家怕覺得不公平 我們加碼延長賽 再來拍他們各家店 店員告訴我的特色飲品 那我們這一集呢 一樣延續上一集 邀請我們 曾經開過咖啡廳的清清 還有我們JKF地方麥媽 彩妝老師 真理老師 陪大家來開箱 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是特色茶藝 我們就是憑個人喜歡來投票 選喜歡的這樣子 看起來應該這個味道最淺 好那我們就來先喝這個 查明載播 我們這次開箱的是台中市西區美春錄一段143號 由炎亞倫合資開設 以FM53.0電台作為飲料店的主軸 店內設計區電台互動區提供打卡拍照 您播的號碼是空號 請查明後再播 把打不通的號碼調成為糖 把再也見不到的人泡成濃茶為理念 希望能夠透過台灣人最熟悉的元素 傳達思念與牽掛的情緒 為斷線的每一段關係重新牽起連結 主打濃郁的鍋煮奶茶和奶蓋飲品 查明載播的奶蓋可不只只有順口香濃那麼簡單 以四種不同進口的牛奶並打發上千次才製成 你要喝什麼呢 我想要了解一下你們的特色是什麼 幫我挑兩個就是你覺得比較特別的 荔枝茶芙烏龍跟荔枝茶芙烏龍 那寫荔枝茶芙烏龍 然後再推薦一杯 再推薦一杯的話是這個加奶酪 這個加奶酪 那就是我們就點這個 榮韻鍋煮 然後加奶酪 跟荔枝茶王烏龍 而且裡頭有茶凍 就這兩個 好 這個特色茶椅是 荔枝茶王烏龍 然後裡頭有茶凍 OK 裡頭有茶凍的喔 裡頭有茶凍的 好 那 我有準備一杯給清清 因為我怕今天不想喝五口水 那你不想喝五口水 我喝 哈哈哈哈 好 真是噁心的呼吸檔 好 來 我們現在要搖搖 那它茶凍是用吸的就可以了 對 應該用吸的就可以了 米軟出的 米軟出的 那我知道 我特殊 嗯 輕輕的臉又出 哈哈 在上一集我們拍插米載播 我發現插米載播它的特色就是 很有層次感 而這些層次感 都是很多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它不是甜的 是苦的 沒有 應該是因為它的茶 再加上栗子就會變苦了 沒關係 它還有復仇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每一家糊都買兩杯 好 那第二杯呢 是這個 榮運鍋煮 你知道嗎 那它鍋煮的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是有限量的 它這個煮的層次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主打飲品 榮運冤紅為基底 與鮮乳一同熬煮 以出入乳圓 馬達加斯加香草夾 特選葉黃素雞蛋 以及無加水工法製成的法式奶酪 一小時只能產出66杯 每日也只限量100杯而已哦 好 所以它是 這個是限量 所以它的價格比較貴 因為像 它這個是70 這個一杯是90 超貴 喝喝看 而且它裡面有一層是那個奶酪 它是直接下面有的奶酪 這還不錯 這沒有到100 特色是怎麼樣 特色是只有它們家材料 還是它們家的熱銷 我給它開一條件是 第一個熱銷 第二個要扣掉我們品測的那些種類 這個甜度跟冰塊 也是我依照店員 他給我的參考來做 我覺得這個 已經不算是飲料了 我覺得它像我們常常代表 因為很像甜點的 因為它的那個 蠻特別的豆花 豆花 蠻有整次的 還不錯啊 這個還不錯 接下來 19.5T 那我們開箱的是台中市中區公園路22號 由網紅鳳梨叔叔吳宏毅開設的品牌飲料店 據說會叫19.5 是因為叔叔的那方面大小 那飲料店呢 不只賣飲料 還有賣叔叔的周邊商品 衣服肉乾到打火機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它的打卡牆 每一間店的打卡牆 叔叔穿的衣服跟圖案都會不一樣哦 因為我要問你們的特色茶 我們招牌是我們的鳳梨青茶 因為我們是用土鳳梨茶去做 所以你們特色是鳳梨青茶 對我們特色是鳳梨青茶 比例咧 因為我們是做黃金 美麗糖度另外就是我們把這個調整 好 OK 那我們這邊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全台中只有我們是用瑞水的鮮乳 對 是鮮奶系列的話 我們是全台中就唯一一間是用瑞水的鮮乳 對 所以我也蠻推薦你可以喝喝看我們的鮮奶紅茶 鮮奶紅茶 對 好好好 好鳳梨叔叔呢 他的特色茶飲呢 鳳梨嗎 鳳梨 你看看滿滿的鳳梨 鳳梨 鳳梨 鳳梨青茶 來 你為什麼要 嚇到 幹嘛 被鳳梨茶嚇到嗎 來吧 是這樣喝起來感覺怎麼樣 味道很淡 味道很淡 我覺得滿剛好的 它不能調味 但我覺得它這個味道超滿剛好 是嗎 我覺得不會太甜 我覺得很空耶 可是這種感覺比較奈何 可是比較不會膩 我覺得有個好處 就是比較少有這種嚼勁的料 因為大部分都是要嘛就珍珠 要嘛就椰果 要嘛就粉條 粉條之類的 這個口感其實比較少見 我覺得它鳳梨因為泡在茶裡頭 就比較沒問題 好 那鳳梨叔叔店的第二推 第二推 鮮奶紅茶 鮮奶 上集有提到的拿鐵紅茶 來 他們的鮮奶比較特別 我們去買只有它 什麼類色 喔對 它的鮮奶是特別的 高級的 對 我覺得有點像早餐店的奶茶 你會覺得像早餐店的奶茶 像齁 超像 超像 超像的 早餐店的奶茶 這個是早餐店的奶茶 如果喝這個會烙曬 有可能有 鮮糖不耐症 喔是嗎 對喔 喔是喔 有那種狀況嗎 我知道了就不知道 我那麼久都不知道 就是鮮糖不耐症就是 對奶的東西會容易 烙曬 可是有些人 最喜歡喝早餐店的奶茶 我知道 他就覺得這 對我知道 超好喝 那你一定要去買 對就去買 因為早餐店都關了 可是這樣60塊 所以是 早餐店不用那麼大杯啦 早餐店不用那麼大杯 那我買250塊 不是比他大杯 你好像也是 哈哈哈哈 再睡五分鐘 位於台中市一中街 台中市北區尊賢街七號 由YouTuber界的 珍奶女神滴妹都冠臨 跟團隊來共同創辦的 新式茶飲品牌 再睡五分鐘 那他的第一家店呢 是於2020年5月開幕 那朝願景讓每天多一點療癒 來前進 到現在呢 已經有七家分店 主打珍珠 還有奶蓋飲品 以及販售一些週邊 你好這邊請囉 分享什麼呢 欸你們叫我特色的 但是不要茶類 不要奶蓋 不要珍珠很長的話 如果想要清爽一點 會比較有茶茶 他有比較清爽一點 他比較濃一點就是 玉香波波 對 他們的 因為那是走玉桃的鮮奶 那他的話是你沒有配 配到比較豐富一點 那我們再問一下 這兩杯 我兩杯都要點啦 只是你自己 你比較喜歡哪一杯 波波 你比較喜歡波波 好 OK 好 要不然我做一下 謝謝 那最近波波的話 他只有做中杯 航金比例 就不太多調整 那時候他只有做大杯 好 接下來呢 是再睡五分鐘的 棉被哈密瓜沙沙 我覺得很好喝欸 你不喜歡哈密瓜嗎 感覺很好喝欸 真的假的 95 棉被哈密瓜沙沙 95 我覺得水果就只能是水果 它不能變成其他東西 喔 你有這種怪癖對不對 水果 那一支加在某一個東西上面 就覺得不行 完全不行 可是他可以加在冰箱裡頭嗎 不行 好特別喔 所以你就是水果就是水果 對對對 我們來試試看吧 那香蕉 香蕉可以加什麼 不能加 香蕉就只加 香蕉不能加兩個粒子 十三次 哈哈哈哈 好 來 可是這上面什麼啊 它的棉被 那不就是奶蓋嗎 對 它也是奶蓋 就是它有蓋層棉被 還不錯 只是 很有特餅 就是很有電子葉的味道 電子葉的香料味 喔 清清很講究 他特別把它撕開了 對 哈哈哈哈 黎妹的飲料 背心就出來了 我真的不行 但是我是不能切啊 每個人感受 你不能接受水果放的熱量 對 再來 玉香菠菠 這感覺是我會喜歡 對啊 這上面是鮮奶 玉香菠菠 香玉菠 喔 香玉菠菠 好 香玉菠菠 85 來 香香 讚 怎樣 讚 這麼讚 這是我喜歡的 好喝 好好喝喔 身為台中地頭的 我覺得它真的真的不錯 真的很好喝 它做出來有一點像 你知道台中大咕有那個 董董藕 它的那個有董董藕魚的香味 你有吃過董董藕魚嗎 沒有沒有 你有吃過藕魚嗎 沒有 它的藕魚做得很地道 不錯喔 地道喔 這個我喜歡 這次我們開箱的無影呢 是台中市南區德富路82號的德富店 那它是由藝人無尊謝駿藝創立的無影梯潤 無尊最常說的口頭禪是 給我45秒 我給你全世界最新鮮的茶 最大的特色就是對茶葉的要求 為了讓顧客能夠品嘗到無添加香料 健康的好茶 嚴格把關品質 和研發專業的吹茶技術 你好 歡迎光臨 我想知道你們家的招牌是什麼 但是不要奶蓋不要茶類的嗎 不要奶蓋不要茶 那我推薦惡魔多多 或者是這邊的自尊黑霸燒奶 惡魔多多 對 或者是自尊黑霸燒奶 對 為什麼推薦這兩杯 因為這兩款都是我們客人很常點的 很喜歡的 對 喔 那你自己喜歡喝什麼 我自己喜歡這個自尊黑霸燒奶 那就一個自尊黑霸燒奶 跟一個惡魔多多 那糖跟冰塊 我希望有你推薦 這個自尊黑霸燒奶 你會怎麼做 我建議微糖 微糖 因為它就是上面已經有那個 黑糖 黑糖 喔 就滿甜的 微糖 然後這個呢 微糖或半糖 因為它就是養樂多 好 那半糖 好 這你推薦了嗎 嗯 你要負責喔 就定喔 好 來 惡魔多多 等一下它還是有層次的 那它是怎樣 要搖開這個嗎 對 擦深一點 擦深一點 什麼 你幹嘛用興奮 擦深一點喝根 喔 就是 就是這樣啦 擦進去 然後 可以 吸最深層 然後 中層 然後上層 你不要那麼興奮 這樣大家就知道你很變態了 好嗎 擦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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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深 你喜歡擦多深 我最喜歡最深 哇 好特別喔 好重點 完全不一樣啊 是不是有點像 飽酒那樣的 上面 怎麼了 有點酸 有點酸 這什麼東西啊 酸 它那個一粒一粒是什麼 蘆薈 那種蘆薈這麼酸 它就往喝 你不喜歡喝酸的 但我覺得這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不喜歡喝蘆薈 難怪你都喝水 你對飲料的限制實在太高了 我覺得這杯也很好 我真的去喜歡 多多我就不行了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好 最後一杯 我解釋一下這杯 它上面奶蓋是有焦糖的 所以可以吃到焦糖的顆粒 對 這間店剛好比較特別啦 因為像它 我們之前吃的茶 它不是都有茶包 對 所以它茶包可以有放茶包 跟沒放茶包 你喝完之後再回沖這個部分 當然要啊 為什麼不要 啊有些人它不想要那麼濃 哦 對對對 這樣子直接喝感覺 沒什麼味道 嗯 有點菜齁 然後來 擦不去 太鹽吃蛋 喝最甜的 嗯 有可能上面有冰塊 這要嚼吧 先喝最甜的剛才 真的假的 直接這樣喝嗎 其實黑糖的甜 不會讓你覺得很不舒服 它這個奶味 它珍珠是有 真的耶 是是是 它珍珠好飽滿哦 嗯 嗯 它真的很好 我覺得還不錯 嗯 可是它那個奶味好重 嗯 這算什麼的喜好 嗯 它這樣子也很大 你還手光沒事 你這樣 不要珍珠拿出來 怎麼回事 我很喜歡 你什麼嘴巴拿出來 這上面七六塊 你拿出來看 我 原來 金金有這種不遺好 那我跟你講有原因 因為我不吃肉 蛤 你不吃肉 我不吃肉 我不吃肉 我會吃鍋邊薯 例如說火鍋那種 我可以吃裡面的菜 嗯 然後我就以為我不想去咬到肉 然後就這樣拿出來 喔 那不是肉 原來是香菇啊 那是香菇啊 那是香菇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我們來排名 我們喝完之後呢 大家有感覺對不對 好我們來排名 可是我最少有三個耶 金金真的 金金真的嚴格 好三個三個來 三個很難喝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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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你覺得 茶阿咪載播 荔枝茶王 跟 再睡五分鐘 棉被哈密瓜 跟 叔叔奶茶 我再強調 這個我們拍攝 這個都是我們個人的感受 荔枝不是荔枝 不代表本頻道的立場 都是我們幾個自己的感受 你覺得這樣子 你說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大家覺得如果不公平還是怎麼樣 歡迎在下面留言 幫自己買來喝喝看 好去感受一下 好 那你覺得ok的兩個 這兩個 喔 你覺得這兩個 很ok 就是茶阿咪載播 跟這個 吳米的那個 至尊黑霸的奶茶 那 我這個 幫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上一集 明明就有開蒸奶 為什麼這個有蒸奶 是因為 上一集的蒸奶跟這個不一樣 這個為什麼說特色 是因為它有一層那個 奶蓋 然後奶蓋上面還在噴那個膠盤 所以會有一點不一樣 好 接下來 好 請問 珍妞老師 最差的原因 一樣的原因 就是那個 荔枝無倫 亞倫 妳怎麼了 亞倫 對不起 荔枝無倫 我覺得不 那個 那個是我最後 對 最頭 最頭 當兵 欸 哈哈哈哈 這沒得選 這真的不行 應該是說我覺得它 太沒有特色了 對 太沒有特色 就是如果你比起來 如果 又盲測一次 你會想說 欸不行 就是紅椰漢堡的奶茶 對 我覺得不行 如果我要買手牙衣 我絕對不會買那一杯 不會 OKOK 那沒關係 好來 再來 最好喝的兩杯 我選這個 波波 波波 然後 跟惡魔多多多 跟惡魔多多 欸為什麼會選這兩杯惡魔多多 這是正義老師 覺得最好喝的 因為以前都會喝那種多綠多綠 對不對 但就沒有喝過這種 它好像只有三個雞皮 它是好幾種粉在一起的 所以它有層次的 其實我覺得這一杯也是很不錯 可是因為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很定 因為它奶味太重 所以它就排不上 因為我不太喜歡奶太重 然後這一杯其實我也覺得太重 可是因為也是奶太重 反正硬要選的話就是兩杯 硬要選這兩杯 對對對 好 接下來 小弟來跟大家分享 可不可以一樣 第一名 藍喝的部分 來 不行 真的 真的對不起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就是 我喝這個 我會有點就是 這要七十塊 七十五 好講解喔 對 還有這個就是 我會覺得 對比較這兩杯 我覺得這個特色才比較不行 那第一名的呢 第一名的 好緊張喔 這個就是人生有趣的地方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名 跟最後名 是同一家店 我解釋一下 我解釋一下為什麼我會選這兩杯 這兩杯是因為 這個東西 我跟講真的 我從來沒有喝過奶肉 搭在這裡頭 這麼大的 而且它的奶茶也算有成績 也算 以我平常不喝甜 來於 好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會選這杯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 我平常喝 藏藏店 我會選它 的原因是因為 耐喝 豐油 而且 有一點 膳食行為 現在人就是壓力都很大 容易 就是便利 而且女生就很保養妹妹 喝 鳳梨妹妹不香 好不好 這兩杯妹妹都有驗證過 好 好 知不知道 那今天這個評測呢 就是也分享給大家 當然這個都是我們個人的立場 各有對錯 那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也希望呢 我們開箱更多的飲料 或有各種什麼東西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花巧男 Jeterman法蒜 天琴 我是珍妮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